接着给大家聊那个梅娘啊 梅娘已经去世了 这个曾经在当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 号称叫南张北梅吧 就是说南边是张爱玲上海吧 北边就是梅娘 这个张爱玲呢 50年左右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然后这个梅娘 梅娘呢就留在中国大陆了 两个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啊 梅娘有三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没活到成年都去世了 跟那个文革呀 跟这个动荡啊都有关系啊 就剩了一个姑娘 前几年老太太走了 这个梅娘呢 认识石铁生 这石铁生管梅娘叫梅姨 那么他们住的很近 那梅娘应该离我们家不远 这个我住安定门 这个梅娘住在雍和宫 大概是戏楼胡同还是哪个胡同 好像石铁生有文章提过 然后石铁生的夫人陈希米的表弟 我认识啊 所以我感觉跟这个梅娘还是 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啊 好了闲话少说 我们接着读 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啊 双口吕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啊 这个就牛啊 你是工人 我是贫农 我就牛啊 是为出口服装啊 是为外贸出口加工的绣衣厂 就是绣活啊 过去我妈都干过这活 我妈干的特别好 绣衣服 绣背罩 绣那个枕头 是吧 枕套绣两个鸳啊 绣个什么白鸟嘲讽啊 都会绣 是绣衣厂的退休工人啊 能说会道 为居民谋划福利 调解邻里间的纠纷 纠纷 后边有俩字啊 后边有俩字 那俩字念什么来着 昨天我还记得 特意让我儿子查的字典 今天又忘了啊 反正就是纠纷的意思 也是纠纷的意思啊 很有些威望啊 文革之前 地区搞清洁评比 搞雍军优署 接待参观等等 常常需要美化 美化胡同墙上 那几块用煤烟 刷好的墙报 吕大妈便把这份义务功 派给了我 她说 遵照伟大领袖的指导 这都是 拉个大旗和某个虎皮啊 一说伟大领袖 你还敢 奔人家吗 你还敢执扭吗 你还敢打奔吗 是吧 她说 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 这叫人尽其才 五颜六色的彩色粉笔 装饰了生平 装饰了生平 生平景象 太平景象 也为我赢得了 吕大妈的好感 每逢地区上级 这个当众夸奖 我们胡同的强暴 搞得好时候 我记得原来我们那边 也有强暴 文革后还有 包括我们的邻居啊 包括我们小学都有 吕大妈洋洋得意啊 这个不无炫耀的说 这是个右派化的 这个人改造的还可以 我改造的还可以 这是吕大妈的政绩啊 大妈管教的好 更是我的平安 就是这位居委会主任 在红卫兵小将勒令我 搬出工作时租住的大北房时 他原来工作的时候 收入高啊 他租的大北房 一时他以管片内 无空房 是吧 你让我给这人安排哪去啊 你给他轰出来了 是吧 一时难以解决为由 把事情拖了下来 这老太太不错 其实这种红武类啊 贫下中盟里边 有些人挺恶毒的 落井下石啊 欺负人啊 但有的人还是 有一丝丝的善良 不好意思啊 他令我退居暗间 那明间你就别占了 退到暗间 把两个明间退给了房管局 用明间做了手工组 放活发活的办公点 他说这样做 是为了更方便监视我这个阶级敌人 暗中却使我免去了流落街头 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的窘境 更实惠的是 我还可以只交暗间的房租 因为他已经被劳动教养 也没有单位了 没有工资了 所以这时候他支付不起那么多的房租了 即便那房子不给他轰走 那两个大的名间 他也没有能力了 我们胡同呢 管片民警啊 这个胡同归他管 可能还管别的胡同啊 自从我化归他管之后 总是用种难以琢磨的眼光看我 目光看我 文化大革命之前 他妹妹跟我学日语 他妹妹跟我学日文 我通过居委会的治安保卫组长 治保组长 治保小组的 很多单位也有治保委员什么的 居委会就有个治保委员 居委会有分工 有什么这个宣传委员 治保委员 组织委员 书记 副书记 主任 副主任 也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是这个政权的最基层的一个毛细血管 向他成交思想汇报 这是派出所指定的 一个月一份 非交不可的 我那金戈铁马 狠批自己风花雪月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 他从未批退给我 说上面你批两下 写的好还是不好 深刻还是不深刻 他不言语 没有任何反应 也从未对我表现的好与不好表态 这个非常聪明 这个片景也是为了自保 对吧 我不说你好也不说你不好 将来我收拾你的时候就能收拾你 或者上级找我麻烦的时候 认为我遗漏了什么 或者没监管到位的时候 我可以拿这说事 但是我也不夸你 我也不贬你 也从未对我表现的好与不好表态 我摸不清我的这位监督之神 他就是个神 他一句话就能要你的命 他一句话也能让你起死回生 我摸不清我的这位监督之神 怎么看事于我 他怎么看我的 对我是一个什么评价 他不说 一见他 不由的心里发怵 你看这个拿捏的你 知道吗 让你心里发怵 让你害怕 日久天长 渐渐从心里上解脱了自己 他和教养所里 劳教所里 负责改造我们的干事一样 干事就是干警 管教民警 要的就是踩在你头上的危言 让你猜 让你猜 让你老实点 听不听话 不听话可能随时收拾你 手工组承接了一批带原样图的外贸加工订活之后啊 有订单的活 因为原图只有简单的英文说明 起针 起针 顺线的工艺流程 标的是ABCD 这都是给西方国家干的活啊 ABCD 其实中国的外贸早就依赖于西方 因为只有西方发达国家 他才能够拿出钱来 他才有购买力 这就难坏了做活的人 他们怎么也看不明白那些圆套三角 四边形 又内接圆的几何图形 该从哪里起针 又是怎样换线 顺线 手工组长跟吕大妈商定 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 你看我妈虽然小学文化 我妈这个杂活缝纫机 然后那个给人家绣花特别棒 我妈绣的活特别棒 一个人顶两三个人的工资能挣出来 这个聪明啊 有的是需要读书 有的是天生的聪明 要我按比例放大 并把ABCD改住 改为标注 因为中国人不懂英语 中国人解放出 即便有文化的人 学的是俄语 后来我三姐都是文革后了 学的是葡萄牙语 他就不学英语 其实你即便恨美国 你越恨他 你还越应该了解他 你不学他的语言 你怎么了解他呢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对吧 然后改住成1234 这就需要一张桌面光滑的桌子 家里原有的书桌 方桌 我教养期间 都被儿子换饭吃了 只能卖掉 要不然你饿死 每逢来图 我只能卷起铺盖 就着床板 半跪着在地上动笔 这当然话得很慢 做活的人等不及 就去向吕大妈诉苦 说 说了一个毛的虚语路啊 抓个命 促生产 无论如何 也要给手工组解决一张桌子才好 又是吕大妈 向管片民警 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 除了几卡车几卡车 那会儿还有叫一箩筐 一箩筐的好话 民警同意在他管片内 被红卫兵破四旧 砸烂的封建家具中 就这帮王八蛋 这帮孩子 砸了多少东西 要留到现在这个价值 整个社会都不是这么浮躁 这么充满利器 这么没文化 挑出一张凑合的桌子 给手工组用 他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我东乡房的邻居 郑大哥 和他的儿子 他儿子也是个人物啊 红卫兵 西城纠察队 西纠 红卫兵有东纠西纠海纠 副大队长叫郑庆海 郑大哥是新华印刷厂的老牌子工 新华印刷厂也是我客户 在车工庄啊 挨着北京市交管局 旁边还有新华采印厂 还有北京印刷公司吧 还是叫中国印刷公司 原来这都是我的客户 采印厂印刷厂 中国印刷公司 还有西边的北京市委党校 也叫北京行政学院 都买我东西 然后肚子里边很有几瓶墨水啊 文化大革命之前 他愿意和我砍砍啊 砍大山 砍爷子砍 砍砍周幽王 魏宠 包四 包四 包奖的包 包四 毁了国家 梁山博 众好汉 算不算替天行道 等等 文革兴起之后 新华厂奉命 承印红宝书 新华印刷厂 当时最好的印刷厂啊 他便打发小篮子 就是可能他那闺女啊 今天 送给我一本 郑凯的红宝书 明天 又送给我一本 送体的红宝书 更给了我一本 译成日文的 最新的最高指示 那会儿在日本 也有日共 日共里边 他分派系 有的日共的党员 也崇拜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 有一部分 在国际上的 红左 红色左派 是崇拜毛泽东的啊 我向他道谢 他说 你看这都自己人啊 好心人 他说 宝书多 宝书多几本好 多了就证明你学习积极 这爷儿俩都是毫无瑕疵的红武类 他俩在那些缺胳膊短腿的杂烂家具中选出了一张琢木的大号八仙桌 只是四脚上翘起的凤头 过去还有装饰凤黄的脑袋 这都是文化 后来中国人变得没文化 变得野蛮粗俗 四个翘起的凤头被砸掉了 桌面并没毁坏 什么叫四旧啊 那是中国真正的文化 这是一出人情的连环套 民警是集群众所需 是爱民行动 郑大哥是为居民委员会办事 是组织指派 小孩子 就是西旧啊 郑大哥的儿子 更是责无旁贷 以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复杂队长的身份 查查这挪用公务的形式中 有没有人玩的猫腻 这出连环套 唱得堂堂正正啊 其实还有吕大妈 他没说啊 却真真正正 为我这个黑五类解决了实际困难 我再也不用为画图 单腿下跪 这个勾背折腰了 不过这八仙桌 也使我形象毕露 因为它略高过窗台 只要我往桌前一坐 我的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便进入来人眼中 有人那会儿都是玻璃窗啊 窗户 你跟着绣花 窗户哪都能看得见 什么小动作 一概 天豪必现 就一个寒毛 也能看得清楚 我坐在桌前 颠着那发丝般千细的 绣花针啊 不想有半点鬼魅 只想多逢一针 试一针 这是明天必交的活迹啊 这活是明天必须交的 都有日子啊 哪天哪天必须交啊 进屋的是四个人 一闪的蓝色海军军服 没有领章 领脚上曾坠过领章的晒痕 清晰可见 甚至还有拆下领章时 遗留的红线头 我不由的起了疑问 分明是现役军人 为什么要这样藏头露尾呢 难道是怕我这个政治上的死囚 政治上已经宣判他死刑了 虽然他人还活着啊 会制造出损害军人形象的事吗